我在劇中擔任角色叫葉婷 那她其實是 身世比較 不同於一般人 因為她的爸爸是一個 有名有錢的人 所以她其實是一個私生女 那這個就影響到她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她是 比較緊閉自己的 就是對人可能防衛性比較重 那所以呢 當她遇到這個凱傑的時候 凱傑就一步一步的 打開她的心板 我好想住在這裡喔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 多睡氣 怎麼睡我都睡不飽 她怎麼辦 她是葉婚 沒了 沒了 我覺得我哭戲還算蠻多長的耶 就是以一集 裡面來講我好像一直都在哭 但是我有一場哭戲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那個 丁 丁書 對 丁書 她演我爸爸 然後 有 就是看到她的有一張 像是樹苗一樣的東西 然後回想起很多以前小時候的事情 那其實那一場 戲在拍的時候 因為 丁書她其實 她的年紀其實就是差不多 可能比我爸爸年長一點點這樣子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有 真的挖出了我心裡很多 就是可能小時候的事情 然後真的有覺得很難過那場戲 我覺得私底下的孟哲跟螢幕上的孟哲其實不會差太多 就是一個很陽光的男孩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她也算是快熟的人 快熱的人 就是不會讓人家有距離的感覺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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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可不可以包 小賊 一個男生被說漂亮 小賊 可不可以包 你好抬喔 我的媽啊 你這樣我沒有辦法跟你演欸 唉唷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演 我要跟她演啊 你跟 你分動一下 我東西已經拿一堆了 我會站在你旁邊 你會說我沒有要跟你演 被當空氣就對了 導演的話 我覺得她就是 因為我有 呃 朋友其實跟導演就是有 認識 然後她之前就跟我講過說 這個導演就是 還蠻隨和的 所以現場也是這樣 因為她有時候常看 比如說 她看那個小蘭在演戲的時候 她就會這樣 就自己看得很滿意有沒有 就會自己這樣搖 或者是 因為看我在演哭戲的時候 她就 我一轉過去她就 淚眼汪汪了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就說 我有我有 我是一個很容易感動的人 所以我覺得導演是一個 很 真性情 然後很保有她 呃 年輕的一顆心的一個導演 你攝影機沒有膠喔 攝影機沒有膠喔 你攝影機沒有膠喔 所以 你沒有膠也是好事 你也是拍她 這時候應該說 沒有膠也是一種藝術的模樣 拍她的時候 我們就拍她把臉在水裡面 好不好 然後我拿去的她攝影機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其他攝影機跟演員都去掉了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欸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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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你這麼可愛啦 假的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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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奶油 奶油乾掉了啦 沾到了 等一下要特寫我 你要看嘛對不對 喔 幹好醜喔你 哇她好可愛喔 我好喜歡她喔 因為其實以前就是有看一些電影啊 還有電視都有看過她的作品 然後就覺得哇她這個人真是太漂亮了 一看本人以後 她身高跟我一樣高欸 而且我發現我們個性有一些還蠻類似的 你知道好想抱住她 整個人好可愛 我覺得我跟她應該可以當一個好朋友 才是我愛你 一條一個願望 那她的願望也太久 兩個 是 沒有沒有沒有 球她都會變袖套 這樣 怎麼樣 可以 來 只是在傻笑 不要 我有習慣就是畫 每拍完一直打一個大叉 打叉 全部都是叉 這樣就感覺心情很棒 然後 每一天的round down啊 拍完的時候啊 我一定會把它就是 這樣就感覺日子過得很快 很爽快就是 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這什麼 洗啊 你在洗 不要理我沒有 我斷線了 我斷線了 好返棋啊 有入供